欢迎来到咱们频道福州机场限流 这就不简单了 包括最近的美加军舰又过航台湾海峡 这个新动向挺有意思 美军亚太盟友 亚太地区盟友形成一个联动 就是连动 那么就是围堵遏制中国 已经形成这个联盟了 打群架的意思非常明显 但是有没有效果 现在还不能确定 美国这轮过航 是在联合利益2024B演习 结束之后一周过来 心里边肯定是不平衡 但是碍于面子还是不得不来 这一次美军军舰 咱们不说老熟人吧 老朋友建龄30多年的西金四号 他就是不多谈了 加拿大的是哈利法克斯级的温哥华号 建龄也快40多年了 比美国人还老 这种状态 你说要打劫还是被人打劫 你打打海盗可以 你要说打一个中强路的海战 基本上没戏 现在情况实际是 他们单打独斗都不行了 包括美军一样 所以必须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打群架状态 就是黑社会 打群架模式 那就是加拿大海军 长期来象征性存在的 这么一个状态 被美国人都拉上了 现在美国逼迫之下 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种货色 加拿大海军这种货色 都已经被逼到这份上 6月份的时候 他部署在亚太 有一个代号叫地平线行动 其实就是美加澳 一个联合作战态势 这是向中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他们一块要来 现在联合过航台湾海峡 只是他们一个由头 所谓的自由航行 美军这种动作 在台湾海峡基本上是每个月来一次 我们也属于常态化应对 这一次东部战区的回应 三点明确我方立场 第一点 是批评美国过航加炒作 台湾海峡是国际公共水道 无害通过原则 可以的 但是因为台湾海峡比较敏感 就是夹私货 那就不行 你不能这么干 另外就是我们东部战区 讲的第二个词就是全程跟监 依法依规处置 水道我们管 那么我们跟踪 监视依法处置 没有任何正义 全程跟监有一个意思 就是加拿大军舰一举一动 全在我们掌握中 美国也在 我们 你们想兴风作浪 没有任何可能性 还有第三个词 就是美国加拿大军舰 滋扰搅局 滋扰的意思是 咱们说就是骚扰 滋扰的意思就是苍蝇叫唤 说完了不咬人 各样 东北话 各样人 说 这意思就是 但凡你听到滋扰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你没有能力杀掉我 但是你威胁不了我 你只是在这跟那么苍蝇一样 嗡嗡叫 实际就是 台海形势 你要制造一种 这个 这个岛内是有大便的意思 是吧 所以苍蝇会围着 围着岛转 就是台湾岛更像一坨大便 你会给所有人制造这么一个 景象 那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让主要在东亚的这些资本 意识到台湾就是这 这坨大便 所以从美国加拿大的苍蝇 能看到 这滋扰嘛 对吧 你能理解现在的态势吧 那这就是过航 台湾海峡是目的是什么 也非常清楚 就不让你中国好好的在这 这个和平发展 告诉你台湾是头大便 你说谁会跑到这家餐馆来吃饭 对吧 有餐饮啊 有餐饮就说明 说明什么 其实 七国集团现在已经是悍然的下场 就是不许中国武力收台 这种 这个 G7的防长会啊 就向中国喊 这种警告的话 不许中国收台 但是我们 这种罕见强硬啊 我们现在也有应对 不到24小时 他们那个加拿大和美军就过航台湾海峡 就是形成联动了 就要打军架 实际就是告诉我们实相点 不要拿G7的话 不当回事 值得注意是 这个G7国家助力民进党当局的时候 美国加拿大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赖清德民进党 自害 包括民进党驻美代表 于大雷在接受美媒采访 公开表示面对大陆 台湾做好打仗准备了 随时应对和九云军的战斗 于大利还说 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政 已经形成轴心同盟关系了 他这个话呢 为什么在G7集团对我国放话之后说 说白了就是认为背后是美国的撑腰吗 就美国给的背书 让他这么说的 就赤裸裸的狐家虎卫 台安全机构的前 副秘书长杨永明 向于大雷喊话 说各方都了解大陆会对台用武 主要是针对台独外部实力介入 联合利益也是诉求的 就是反台独演习 就是这个 连岸整个的情势 紧张 这个不是因为 所谓的大陆 怎么怎么样 而是因为台独啊 我觉得 民进党当局官员现在只能耍嘴炮 最后的所有的这个文稿 全部都是由美国当局给的写 连美国都不敢跟大陆说准备打仗 你台湾说准备打仗 这简直就是 就是可笑嘛 他是一个苍蝇 滋扰 连美军 美国海军都是苍蝇 现在看在中国周边就是滋扰 他没有能力威胁到中国 这种话 台湾现在放这种大话 大陆根本就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是东部战区明确告诉 叫滋扰搅局 你就是那个 咱们说那个 台湾这坨大便上面的苍蝇 嘣嘣嘣 对吧 这已经说的很完整了 简单军东部战区联合利益2024B 完成之后 一周你才来 而且搞所谓的航行自由 滋扰搅局 我们看的就是把你们美军 加拿大军队 用一种鄙视的视角 滋扰搅局 鄙视的视角来看你们 因为实际你要想威胁中国 现在门都没有 大家不要去看到什么台独 所说的美军 包括加拿大G7 什么民主同盟 多么强大 他们没有多大强大 他们海上力量是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现在在 整个中国周边 海上力量是足够强大 另外我再补充一个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 临街移动办公楼遭到了爆炸袭击 这已经得到去二了 就说什么叫滋扰 你现在能彻底理解要滋扰 连缅甸这块都在滋扰中国 中方的外补充部发言人也已经证实了 林剑是这么说的 缅甸当地时间的10月18日晚上5点 中国驻曼德勒 林管临街移动办公楼遭爆炸袭击 未造成人员伤网 但是造成管设部分损坏 中方对袭击行为深感震惊 予以严厉潜责 外补部和驻缅甸使馆 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了 迅速开展处置应对 中方已经向缅甸提严正交涉 敦促缅甸彻查事件 全力抓捕严惩 全面加大对中方在缅使馆机构 项目人员安全保证力度 杜绝再次发生那次事件 缅甸对事件感到震惊痛心 已经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将履行承诺和国际义务 切实承担 在缅中方人员机构安全主则 缅甸说了 我们管定了 我们一定要抓 中国驻曼德勒领馆 日前已经公布安全提醒了 所有在缅的中国公民企业机构 密切关注当地局势 强化安全安保措施 为什么咱们说叫滋扰 台湾这坨大便 它引来了无数苍蝇 G7那7只苍蝇 就围着这个大便在转 那味儿是吧 实际是缅甸也一样 就是所有的反华势力 现在都闻着这味儿就来了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不让中国上桌吃 全球资本马上 盛宴要在中国开了 就是把这个钱 从美国留回中国吗 那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不可能让你安稳 一定是要挑衅的 我想现在包括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看我那张上一期 台湾会不会提前处理掉 你想我们准备请客的时候 会让台湾这坨大便就在我们 我们请客这个 关键的 我们马上请客了 在我们家门口 有一坨大便 一群餐在那闻 你说中国会允许吗 话 你还没说到 他们心已经不是